臺灣籃球夏季挑戰賽即將開打 從五月便開始積極訓練的九台科技籃球隊 可是蓄勢待發 期盼能展現這段期間辛苦操練的成果 在本次賽事將連續打上七天 對於體能會是一大考驗的情況下 劉駕發期盼每一位球員都能夠有所貢獻 特別點名今年SBL選修狀元李漢生 認為他的傳球能力將會為團隊大大加分 而從二零一六年便開始征戰 中國NBL賽事的狀元狼 對於重回臺灣籃球舞台也相當興奮 迫不及待 想要大顯身手 李漢生表示 自己先前因為腳踝扭傷的關係 休息了將近一個月 近兩週痊癒後 便開始加強自主訓練 包含團隊練習在內 一天至少會練到三次的份量 就是希望能在久違的臺灣球迷面前 好好展現自己的能耐 Rite新聞採訪報導